今天台股開高走低 一度佔上了1萬3 但是收盤的時候 小跌了一點 收在12586 距離這個12682 大概還有100點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陳彥哥 很多散戶說 你那個台股一直創新高 我怎麼沒感覺 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都買錯了嗎 還是說很多散戶 還在生計股當冤魂 因為這個吸金的情況 其實真的很明顯 你看像以昨天來講 台積電一檔股票 貢獻大盤362點 再加上聯發科跟聯電 貢獻401點 其實它大部分的股票 有440檔股票 我們看一下 它成交量是不到100張的 不到100張 然後有289檔股票 成交量是不到50張 冷得這麼冷 更重要的事情是 有1350檔股票是下跌的 所以現階段變成是 兩個世界是散戶沒感 所以他不會去追 因為他就看著台積電漲 所以他會想說 我要買台積電嗎 我要買台積電嗎 然後又跑去買合一了 對不對 所以 不是他還在 原本就在合一裡面 還沒出來 他又跑去合一那邊取暖了 對不對 然後甚至去那邊抱團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是 冷靜的法人 他就照他自己的操作原則 那我台積電漲 我除了買台積電之外 有什麼樣有補漲的 我去買補漲的 有什麼樣整個產業上來 我產業趨勢在哪裡 本一比偏低的 我還是會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階段 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真的覺得有一點無感的話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實際上我覺得 你一定要想辦法讓自己有感 怎麼樣有感的東西 要有感 當然你就順著法人的一個方向來走 當然我們先看一下下面 沒有遮起來的部分 你看很明顯 其實法人的攻的對象 其實很清楚的 你看像體質好的玉山精 或者是面板起來的優達 甚至在我們講電競相關的 伺服器相關 偽創跟廣達 電競的維新跟新興散熱的 這都有關係的 所以它的產業的趨勢性 它表達的方向是很明確的 很明確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再看一次這些股票 基本上這些股票 第一個除了優達 沒辦法算本一比以外 為什麼沒辦法算本一比 因為虧錢 但是大部分的股票的本一比 都是偏低的 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一直都沒有提這一支 結果我一直不想講 這一支的名字 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這一支 其他的股票你會發現 第一個本一比偏低 第二個產業的訂單的趨勢性 很明顯 而且當你仔細去看 它營收的時候 這些股票在疫情期間 它營收不是衰退 而是成長的 剛剛觀眾扣印記來 那到底前面五支是什麼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因為我五支太重要 所以我們要稍微後面 好 這個就國具 國具可以理解 大家不要 因為以前曾經被它套了 現在看到它就害怕 畢竟整個電子產業起來的 被動元件的需求 還是要大幅度的增加 對不對 再來我們再看 往上看晶電 這個其實最近LED的一個 新的螢幕的一個需求 上來這個的需求也會跟上 但是就 密51區 我們昨天才有講到 才講到 所以這個的趨勢 也會因為蘋果的一個面板 新的一個需求也上來 好 再來是誰 日月光 說實在的 不敢買台積電 像剛才朱老師講到的 這些基金或ETF之外 你其實可以去想一下 台積電的上中下游的一個整合 誰會受賄對不對 再來當然就是台積電本身 所以你注意看 台積電會帶動封裝測試 台積電會帶動設備廠 台積電還會帶動誰 帶動一個很久不見的小老弟 然後大家會想說 他也是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而且股價便宜很多的 最近真的話題不斷 真的就是這個聯電 確實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應 會產生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不要覺得說 只有台積電漲 股市這麼1353 大家都跌一定會跌 其實不是這樣的一個斯文 吸金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它會停的 換句話說 就呼應我們上一段講到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看好 這個半導體這一段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台積電它都買完了 它接下來就停了 就休息了 資金又重新回來了 那其他的 跟它相關的類似 上下游產業 水平的 它就會開始跟上